大家好,大家辛苦了聽那麼多很棒的內容 其實我今天也學習到非常多 那我這邊的角度可能我會試著去調整一些 跟今天大家分享不大一樣的方面 然後希望給大家最多的一個收穫跟幫助 那前面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主題是作品不只是作品 希望導入永續讓作品更有一個價值 那我切入的點會從這幾年主導的一些像 永續設計跟再生材料的一個策略思維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運用在像產品的 不管是包裝或者是本身的製作 然後包含在一些像我們一些專案的申請 或者整個產品的一個呈現做一個分享 我先簡單做它自我介紹 我公司成立比較久 就是2003年就成立了 那距今大概也20年的時間 那一直在做設計這一行 那我們主要公司的話就是做設計服務的工作 然後大概在10年前開始做自己的品牌 那為什麼做自己的品牌 就是想說因為設計服務嘛 就幫大家做設計 那你幫客戶做設計做一做 你就會覺得說 因為有時候業主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可能不一樣 你想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所以就比較任性做了自己的品牌 那那個時候就認識了國宏這邊 對那其實一開始我們 大概那時候開始的時間好像也差不多 我真的是蠻辛苦的 轉一下麥克風 轉一下麥克風 這樣好謝謝 就是說剛開始其實蠻辛苦的 但是在這麼多年當中 我們還是蠻堅持在設計服務這一塊 那在大概2017年 我們就比較專注投入在那個永續設計的一些部分 所以待會有任何關於一些像那個永續的材料啊 生產啊或者一些像現在的法規啊或者出口啊等等的問題 我可以給大家一些協助 那我自己的話這幾年有擔任一些像經典設計獎 或者台灣競品獎 或者一些像永續包裝的一些委員 那也蠻積極參加一些設計的活動 那這次在我們大概這幾年 一些自己的產品跟幫客戶設計的一些產品 跟就是一些概念的產品 那大概這幾年融獲蠻多一些設計的獎項 那我們在去年的話 有四個IF都是跟永續設計相關的 那有三個經典設計獎跟一個轟電 那在這個部分呢我想先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 因為今天在座我想絕對不是因為 就是只是想要去了解一些永續材料應用來聽的一些朋友 那這邊我大概公司成立20年嘛 那其實就是台北市創業補助有申請過 也有申請過像CITD、IDDI、SBIR、即時輔導都有申請過 那我們就是有一點像總結這樣的一個心得 就是我們從回頭去看 我們看到很多一些 就是申請補助是很成功的案例 也看到一些很失敗的案例 或者有一些人對於補助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期待或想法 我覺得這部分我想要分享多一些 就是一般來講就是我們會從幾個部分 就是誰會去申請這個補助 那當然這是我的觀點不代表全部的觀點 那在族群分類的部分呢 大概會有製造商跟創業跟開發新品跟設計公司 大概會有這四個一個族群 我覺得這四個族群是最適合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是要一個經費的周轉啊 或者幫你付個薪水啊 或者只是做一些投資的用途啊 可能會比較困難 那你會申請也會非常的挫折 因為我們後面待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像我去年有申請IDDI嘛 我有就是有申請那個 就是製造業的那個協助設計導入 還有一個自己的設計工具的開發這兩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關鍵的條件 就是今天通常評審委員啊 像我偶爾也會擔任一些評審委員 然後也是經常被審的一個對象 那他們會重視什麼部分 那這個部分其實還蠻關鍵的 就是說你今天你要申請的補助 我們剛剛看到IDDI也好 或者一些那個創新創業補助也好 他有一些像人事費的部分 跟研發費的部分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想說今天像剛剛就是有提到說 我們申請這些補助下來啊 有些是要還的 有些是不用還的 有些是隨便你花的 對不對 所以像我們去年有參加台北設計獎 有獲得一些獎金 當然就隨便花 可是像很多很多補助的經費 他其實都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則在裡面 就是你必須要很清楚你整個會計的流程 包含說什麼是可以補助的 什麼是不可以補助的 比如說像你在人事的部分 像有一些補助案都有所謂的人事費的上限 如果你的公司只是一兩個人或者三四個人 可能在人事費的補助跟匹配到這整個金額上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你要有其他的一些切入 比如說你的研發的過程啊 像你的打樣啊 或者你的一個設計的過程啊 專利啊 甚至拆旅等等 但這個部分其實是一個還蠻重的一個工作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說如果要去符合到一個 輔助一個完整的一個類別 你會從六個項去看 第一個是設計 人事 研發 專利 自籌款跟趨勢 這幾個部分 那我剛有提到像人事跟研發的部分 就是說你公司本身一定是一個健康的 有一個營運的狀況 比如說你有用人 你有勞健保 你有一個合理的一個人事的規劃 然後你有一個研發 就是你有不斷這幾年研發的過程 像我們剛剛看到 自立比他有這幾年不同的一個研發 專利的一個過程 這個就是蠻關鍵的 再來就是他是不是申請專利 然後他在這個市場上會不會有一個競爭力 這也蠻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自籌款 其實像剛剛看到很多補助內容 大部分都有自籌款 比如說像剛剛IDDI 我還看到自籌款是50% 也就是說你可能是也許200萬的部分 你就要申請 你要申請200萬的部分 那你就要提出200萬的自籌款 那他不是說我今天講200萬就200萬 你還是要有相對應的一個支出的一個 單據的一個說明 還有你要怎麼規劃去用這個錢 其實我個人覺得在就是政府在做這個補助上面 其實還蠻嚴格也蠻清楚的 所以像我們在做這個也特別的小心 因為他們的當中就有很多像陣風啊 或者很多一些流程啊 這裡都要去遵守這整個過程 不是說我今天想要來補助很開心申請上了 可是你後面的配套沒有先想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再來就是趨勢的部分 像剛剛有提到嘛 不管是像永續啊循環啊的材料啊 或者是AI啊 或者是一些AIOT啊 這些等等的趨勢 其實都多少會加分 但是剛剛就是也有特別提到嘛 不是說什麼灌了AI 什麼灌了永續都全部都通過 這個絕對不是的 還是看你本身的這個產品的一個細節跟它的價值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覺得是很重要就正確的心態 就是第一個部分 你要把它當成是一個國家對你的一個投資 像我每次譬如說拿到這個經費 就想說這個是國家 他要求一個KPI一個計畫投資 因為你知道一個計畫可能100個人申請 最後過的可能也許30個人 甚至更低 也許高一點也許更低 那你是這個萬中選一出來 或者百中選30出來的一個業者 那你本身其實就會有備有一個期待值在 所以說你要當成是一個國家對你的投資 你要去表現出來一個 就是符合的一個對應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投資才會成立 那另外就是要分擔風險 就是有時候像我們開發一些東西 我們開發很多產品嘛 研究很多材料 那其實這個東西都會產生一些風險 那事實上當你把你的想法 跟你研發過程給評審委員 給專家去看去分析的時候 他會說你這個東西是有趣的 那他也會同意說投資你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會幫你分擔風險 那另外就是你整個計畫的一個監督 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像我們平常有時候 像因為我們做產品設計嘛 希望做很多好玩的有趣的東西 往往就天馬行空就沒有止境了 就是就是什麼都不管了 然後就想把它做出來 可是有個計畫的話就會有 你要交期中報告啊 你要交期末報告啊 你要對於你這個的產品的一個產值跟內容 都要去做一個比較就是正面的一個觀察 而不是說我今天就是申請到補助以後 什麼都OK了絕對不是 其實事實上我說你申請到補助以後 就是你的責任跟你的義務要真的要開始 那計畫幫你監督就是說你會緊張啊 就這個時間到了你真的要做到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對於創業對於開發新品是有一個好處的 那再來就是資源的導入 就是事實上我們知道像台北市的一些補助 或者中央的一些補助 它不是只有補助你而已 它後面有很多資源 比如說像有一些國外的參展啊 或者一些通路的曝光啊 或者一些資源的連結啊 投資人的介紹等等 我覺得這個對品牌都很有幫助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拓展資源 像我們也曾經也透過一些像台北市的資源啊 或中央的資源都有獲得一些像 更多的不管是製造商啊 國外的通路商啊等等的資源 我覺得也是蠻開心的啦 那可是你說這東西真的幫助到百分之百 說實在話我覺得還是要看你自己 就是有些時候就是這個計畫 這個補助是給你一個釣竿 它不是給你魚啊 你還是要自己去釣 就是你說我要開始努力了 開始去做了 那我們把這個支持給了你以後 你就是要去很認真去面對這個事情 就會得到一個相應的結果 但是真的失敗會怎麼樣 其實如果說你真的照這個程序去走 那你符合這個一個整個的計畫的一個流程 其實失敗還是在容許範圍內 不是說一失敗就會把你錢全部收回去 也沒有這回事 但是你要把你的這個失敗當成一個教訓 你在未來的話 可以就是用這樣的一個累積出更多的一個成果 那這個是我自己在這幾年有參與一些補助案 然後的一些心得 那我自己公司的話主要還是設計服務為主 那主要的營收就是可能百分之七十吧 還是來自於設計服務 那在產品的部分呢可能是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 那政府補助的部分也是大概也不是每年申請 大概有時候一兩年啊 或者剛好就是不同的計畫剛好這個機會去參與 那後面有些案例可以說明一下 好那再來這個時間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這幾年比較夯的一個議題 就是永續設計的一個未來的趨勢的觀察 那我想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大家在提很多SDGs啊 ESG啊 那我們身為品牌身為設計者 身為一個產品的創作者 是可以擺一些什麼樣的方法 或者是什麼策略可以融入進去 那這個表格呢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講快一點點 他大概就是講說 我們的資源從有到最後結束的一個過程 那真正在這個世界上循環的資源呢 可能只有在百分之八左右 那我們要去怎麼樣用設計 用產品 用一些信念 用品牌去改變這個事情 那這個資料也不是很特殊的資料 他就是國家地底雜誌說的 所以現在全民還有很多社會很多企業 開始重視永續的部分 像我們這幾年其實承接蠻多一些專案 都是跟一些企業的ESG政策 或SDGs政策相關 比如說他們想要做一些跟永續相關的主題 他們就會去找這方面的一個議題去做切入 那這個部分的資料呢 是講我們一般產品的流程 從生產製造 一直到最後生命週期結束的過程 那這在講說如果一般企業在講 所謂的永續設計導入的時候 會去怎麼切入 那這個部分的資料是設計研究院這邊 他有去把芬蘭創新研究發展基金裡面的一個概念去做一個整理 他從一般產品設計、原料採購、生產製造、物流、銷售、產品使用 跟生命週期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產品的流程 那我們現在講所謂的永續的概念 或者永續的責任是怎麼去切入 他大概有五個策略 分別就是說像很多人說我今天是不是做一張椅子 用回收的塑膠做是不是就永續環保了 我今天用塑膠餐具換成用紙餐具是不是就環保了 那這個部分呢 他只是在所謂永續當中的一個小階段 就是講所謂的材料的部分 這個材料部分會從生產 就是設計、採購跟生產的這個階段去做主要的切入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事實上更多的更多的 像國宏這邊他在出口一些他的比的時候 他的物流、銷售跟產品使用 這個部分他的一個容量、容積跟運送就佔很大的比例 那這些部分呢跟我們再來這幾年 像歐盟雖然我們的產業還不會受到影響 可是很快的像我們要出口 像歐洲或者一些國際的部分 他們會收碳稅等等 甚至像因為我今年 我去年有擔任那個 冒鞋的那個減碳包裝的一個委員 我們有看到一些數據 其實像國外很多廠商 他可能 雖然還沒有到他們的產業 比如說像自行車的踏板 比如說像一些汽車的配件 他們開始都重視每一個他的一個減碳包裝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呢 除了減碳包裝的切入點從材料改變之外 他另外就是容積跟他的一個容量的改變 那最後到產品使用跟生命周期結束的話 主要針對他的生命周期是不是可以延續 那從這整個流程過程當中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最後他浪費的一個中端的價值 就是這個東西是不是還有一個更多的一個價值 跟整體的跟客戶的一個互動 那這個部分呢為什麼要提出來 因為當你去寫一個計畫提到永續的時候 你如果只提到我只是用材料的改變 這個部分他的就比較弱 那如果說你進一步的關於像你的容積的考慮 你的那個像他的共享平台 互動平台的一個延伸 或者一個終端價值的內循環的可能性 他會帶來比較正面的一個效果 那剛剛是列出這五個大概主要的方向 那因為受限時間我再講下一個部分 那在那個設計策略部分呢 這個資料是那個IDEO這邊出來的一個循環設計策略 他們專門在研究所謂的設計方法 設計方法論的部分 他一般來講就是我們在思考永續循環的策略裡面呢 會從幾個部分切入 比如說像服務化 像內循環 延長生命週期 還有安全材料 去物質化跟模組化設計 那因為這六點都會講很久 所以我只挑幾個比較難理解 比如說去物質化這個事情 這幾年在產品設計圈 或者在品牌開發圈 其實很流行去物質化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我在做一個產品的時候 我考慮它是什麼材料 與否這個事情 就是當你去轉換材料去做設計的時候 它不是全然的一個改變 你可以用的是其他的手段去做一個去物質化的一個思考 這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方向是說 我今天在做這個產品開發的時候 不要只拘泥在說 我因為這個材料 而做了一個永續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點比較明顯的 像服務化 比如說像U-Bike等等 內循環等等 像我們現在研發很多商品 剛剛提到很多商品 其實這些商品 它很多都是當作一個商品去銷售的 或者一個服務去銷售的 那如果說當你今天你的商品的邏輯 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延伸的平台 這個部分就很容易當成你的計畫的一個亮點 也就是說 我今天要提永續循環設計 我不會只說我換個材料 我會提說它可能關於像內循環 它怎麼回收 它怎麼樣做改變成服務化 怎麼樣做它的一個模組化 會讓整個的一個循環設計的邏輯 會比較更完整一些 謝謝 那這個部分是設計研究院在2021年提出的 一般的使用者 我們去切入永續產品開發的時候的一個想法 第一個減少資源使用 串聯使用 延長循環跟緩慢循環這幾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是蠻有用的 因為這個部分不見得你沒有做 或者你可能在做你不知道 那像這個表格就會說 我今天在寫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要提跟永續設計有關 我就會把說這幾個點去把它給抓出來 那你就可以去審視你這個專案 是不是符合永續循環的一個精神 那這也是我自己常用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是一般比較常見的就是蝴蝶圖 就是一般來講分工業循環跟那個 就是自然物質的循環 那也是講的從原物料到產品這個當中的過程 我們可以做更多的像修理啊 重新使用翻新跟回收 那這個趨勢也告訴我們是說 其實像最明顯像蘋果手機 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回收嘛 回收起來價錢也還不錯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企業好好的就賣手機就好 那為什麼一個手機的龍頭品牌要這樣做 因為他覺得這個事情 他可以從這個當中找到這個產品更多的一個品牌的價值 好那剛剛以上是大家一些分享的內容 我這邊分享幾個案例 還有去年IDDI的我們的一個設計的案例 那我從2017年開始從事永續部分 其實做了很多不同的一個材料 像稻殼啊 主機板啊 EVA啊 回收泡棉啊 然後這個是 比較有趣的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 我那時候 早先想要用甜點去做成一個椅子 然後我們那時候試了EVA 後來失敗 那這個過程呢 其實我們有去投一些補助 想說會不會有一些贊助 後來沒有成功 對 可是我們還是很想開發 後來呢 我們就 可是這個開發出來 我們那時候也花了一些費用去開發這產品 可是後來還是失敗了 因為太重了 然後後來就是透過那個玩具圖書館 然後他們跟那個台塑 還有洪恩環保有做一個合作 後來我們就用回收的玩具去做成一個 新的一個椅子的設計 那這個做出來 它的結構跟狀況就是成功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也沒有拿到補助 那可是我們有去申請 那也不是說到底是好或不好 或是想或不想 當然它不通過補助一定有它的一個原因 只是說我想跟大家表達的是說 就是我們在開發產品 當然我們可以每一個案子都提 那有些案子不過 不能說不過你就不做了 你覺得你有信念你想做 你還是應該去投入去做 那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保持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雖然就是開發自己產品 到現在大概十年的期間 每年大概都維持三到五件的新的產品 去做一個開發 那當然這當中有需要很多的一些挑戰 跟一些勇氣 那這個產品當然也很開心 有獲得經典設計獎 IF設計獎 跟台北設計獎 然後這個部分它會造成一些延伸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那時候我想說就用回收的玩具 去把它給重新放進去 然後可是呢 後來我們還沒有想那麼多 那有些就是客戶就有一些特別的想法 後來我們接觸力樂包 那力樂包 我們知道像麥香紅茶力樂包 裡面有塑膠 裡面有紙張 那它環保不環保 回收不可回收 那其實我們經過一些研究 跟很多廠商的一些內容的研發跟測試 我們把它塑膠給提煉出來 用原來的模具去開發成新的產品 所以這個部分呢 力樂包的總公司的老闆 也跑來找我們 然後很開心 然後就覺得說 這樣可以把它的 就是回收這件事情 跟企業做個結合 做一個新的開發 那後來聯合力華也有做一系列的開發 那我們也繼續再往前進 這個也是其實就是改變造型 把它做得更大 做成一個那個像珊瑚的一個結構的形狀 那今年還會開發新的一個產品 所以當然這部分有一個問題 就是像這個部分的材料 是用那個回收的PE 但最多的玩具 其實回收的材料是ABS 就像一般家電等等 後來呢我們在去年把那個 就是回收的那個ABS的玩具 就重新再做回收 做成另外一個小型的玩具 去讓它去做一個呃就是呈現 對那這個是我背的包包 那這個是跟那個華航做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做一些產品的時候想說 你知道你從網路上打救生衣包 一堆人做過 大概十幾年前都有人做過 那可是我們那時候跟華航談這個事情 接到這個任務以後 我想說可不可以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就想說 因為你知道做設計嘛 就希望跟人家有一些區隔 所以後來呢我們做一個呃比較大的想法 是說把它拆開 就是把這個救生衣啊上面這邊這邊拆開 然後把它變成三個包包 不要浪費它的布 所以這個就變成它一個突破的點 所以說全世界用救生衣做包的人很多 可是盡量不浪費材料的人就比較少 所以就把它做出來 可是做出來以後 當初還想說欸這會賣不好或怎麼樣 可是後來那時候呃第一天我那時候 後來有些朋友要買嘛 我們那時候做了一千兩百個 然後結果在晚上十二點就賣光 我自己搶到一個 因為我要透過它的通路 所以說我是覺得這幾年在通路上面 對於永續的材料 對於呃就是不同的改變 其實是會有一些呃就是還不錯的一些反饋 那這個是去年加樂福的一個案子 這個是呃對就是我們把加樂福的自由品牌的部分 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這個在講永續的一個內容啊 就是我們是不是只是換個材料 這個這個材料是用那個回收的PE去做的 回收塑膠去做的 但是它這樣就是永續了嘛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其實蠻辛苦的 就是那時候大概畫了一兩百個草圖 全部被打牆 然後為什麼 因為你只是換材料啊 你不是永續 我們從這個過程當中學習到就是說 其實呃最後出來這個的成果之外 我們跟客戶溝通的是3R就是reduce recycle跟reuse的一個概念 然後把它的一個流程的取代 跟怎麼樣做這個事情的計畫 很清楚的跟消費者跟通路做一個說明 後來就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反饋 那這個商品也很開心 它在第一個月就賣完了 後來還有繼續做 可是救生衣就沒辦法 因為救生衣你知道 要用 不是穿過的 是沒有穿過在飛機上 大概可以擺個五年左右 要淘汰 所以那個就是 淘汰的救生衣才能做就是救生衣包 所以它有一個數量的限制 那這一個的話就是它是用回收的材料 就比較沒有數量的一個限制 那利樂包之後就是跟統一蜜豆奶 有做一些回收的材料的設計等等 那這個是今年做那個台北馬拉松的講座 它是用那個海洋廢棄物的塑膠去做 那這當中其實也是 其實故事也很長 就是開發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考慮到材料 它的製作可能性 它一些限制 還有企業的一些它的想法等等 後來就完成今年台北馬拉松的一個講座 那還有前幾年的一些講座的設計 然後渣打碼的獎牌的設計 這足纖維的內容 那這一個案例是去年IDDI的一個案例 目前專利已經申請了 也已經有公開發表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用一個百分之百回收的PP 做成一個可以前後的一個成價 這案例想跟大家分享 是說你知道 那個時候我們這案子本來 就是這樣就把它做完了 但是後來 因為IDDI嘛 那評審就說 你還要讓它更好 還要讓它更好 所以又提出各種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在專案精神上面 我們可以說 我已經完成了 我就讓專案給結束了 可是後來我們就希望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還讓它 就做了更多的一些細節的使用跟變化 比如說像這個部分的成價 一般來講就是一根桿子去拼 但它不能往前拼 可是我們這個可以往前拼 往左拼 就可以變成一個矩陣的一個概念 這大概是應該年後就會推出了 然後我們也做很多一些像 竹纖維 這是沒有含PLA 沒有含塑膠的一個產品等等 然後做了蠻多不同的一個材料的實驗 然後 所以這幾年主要在做一些永續的一些內容 那我們也做一些社會設計的內容 像剛剛有就是有朋友在問說 什麼是社會設計的部分 我們在2019年的時候有提出一個就是Colup的計畫 那時候剛好碰到疫情 那其實就是在串聯國外很多不同的一些設計公司 去開發一些更多可能性的一些合作 那這個部分我就先不講 然後這個部分有在協助很多企業做一些所謂的電子報 我覺得設計產品是一個部分 很重要就是在一些溝通的內容 我們要把這些一些詳細的部分 把它給圖像化內容化 去跟客戶去跟民眾做一個溝通 然後達到一個就是可能是業主 或者你想要達到的效果 不是說我自己做得很開心 我就這樣去做 那我們有一些媒體的報導等等 好 那以上大概是分享的內容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謝謝